俄貝爾黃瓶獎得主劉曉波 半生爭取中國推行民主改革 先後兩次入獄 臨終前亦不能獲得自由 由麗卓恩回顧他的一生 劉曉波在1989年參與八九民運首次被捕 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他出獄後繼續寫作 以及參與人權運動 六四畢竟死了那麼多人 而且不是天災死的 是被共產黨的槍刺到坦克 那些死者的亡靈 現在並沒有得到安慰 六四問題的歷史沒有得到公眾的評價 2008年他發起零八憲章 促請中央推行民主改革 同年年底被捕 一年之後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 判處有期徒刑11年 報報他就覺得很滿足 因為以後到監獄裡可能 一直都會隔著玻璃拿著話筒 可能會11年摸不到他 劉曉波在獄中發表的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說他仍然希望以最大善意 對待政權的敵意 成為中國文字獄最後一個受害者 劉曉波這次判監引起國際關注 2010年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委員會說他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而非暴力奮鬥 他是歷界第三位在牢獄之中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人 沒有領獎人的頒獎禮上只得一張空椅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此後也遭到長期軟禁在家裡 精神陷入嚴重抑鬱 兩個人結婚20年 劉霞一直無怨無悔支持丈夫 而到劉曉波保外就醫 劉霞才得以陪伴丈夫走過最後的日子 NOWTV記者黎卓恩報導